听互动你我他 我是节目主持人斯大虎线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慈悲 在上个星期啊 斯大有心呢 参加了一个叫做 最强女生的一个慈善演唱会 那这个演唱会的受众呢 是女情来自特殊的孩子 这孩子呢 有些是自闭症 有的是糖氏综合症的孩子 不管他们因为什么样 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 去了一个翅膀的一个小天使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也邀请到了 特殊儿童之家的这个会长和副会长 Jim和Anna 来到我们的直播室 欢迎两位 谢谢 我们特别想问一下Jim啊 就是其实在这一次 这个慈善演唱会上面 我们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受众啊 我们在当天的演唱会 斯大可明显地感觉到 我们是高朋满座 我可以感觉到大家的这种 对孩子的这种爱情和这种热心 您作为一个会长 您当时相信也在现场 您怎么看呢 我是非常的兴奋 OK我们这么多人 社会上这么多的不同的团体 尤其有些这种 high tech association 能够出来支持FCSN 出来支持这些特殊儿童 来关怀这些特殊儿童 因为我们据我们上一次的这个 民歌演唱会 已经是12年前的事了 所以说经过这10年 FCSN成长了许多 然后但是需要的人也特别 越来越多 所以这时候出来关注一下 我觉得是实际上是非常恰当的 对那其实呢我们知道 不管是Jim也好 Anna也好 他们虽然是作为会长和副会长 但是他们的孩子也算是特殊儿童 我们先问一下Jim好了 你的孩子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问题呢 我儿子是今年33岁 他有唐氏症 对他从小这个一岁时候就被诊断 有唐氏症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说唐氏症的话 是这个染色体有变化 所以说这个影响到他全身 从他的这个大小肌肉 到他的智能 到他的这个运动的能力 或者是到其他心脏或者是眼睛 OK 所以几乎是全身的影响 但这种事情是到现在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所以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说非常需要像FCS这种组织 来帮助这种家庭 帮助这种儿童和成人 其实像您要作为会长 也是作为这种特殊家庭 像你儿子33岁了 这33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的心路历程吧 作为父亲来说 33年 这个我想应该是最先 我想应该说从我和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开始 OK 我们那时候 我太太在这个我们研究院认识的 她读的就是特殊教育 OK 然后我们结婚以后 她做了几年特殊教育的老师 然后再过两年 我们生了第一个女儿 一直到我们搬到Bay Area来的时候 生了我们的这个儿子 才知道她有唐氏症 所以对我们家庭来说的话 这个是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你也知道 中国家庭的都希望是望子称龙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等于说是你人生最希望的事情 等于说是你现在没有办法达到 这个从小的话 我觉得有特殊儿童家庭 有点在某些情况时下 被跟主流社会有点分开 因为你小孩没有办法进入主流社会 你小孩没有办法进入正常的教室 所以说在我们差不多10 我儿子差不多12岁的时候 OK 我们那时候就是有机会跟这些其他家庭 组织的FCSN 创立的FCSN 所以这等于是从我儿子12岁以后 我们家庭走的是 等于是走另外一条路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在帮忙 现在今年FCSN第21年 然后整个这个组织也比较壮大 然后我们帮的家庭也越多 所以说除了我们自己帮自己以外 我们也帮了其他许多家庭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有些地方 是我们是觉得是非常欣慰的 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安娜好了 安娜是有几个孩子 我有三个孩子 其中中间的孩子是我的自闭儿 他三岁的时候被诊断自闭症 那个时候他不会讲话 也行为方面很多问题 而且也不会交际 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然后他现在已经刚好28岁 上几个礼拜他是28岁生日 那他现在呢在做三种不同的工作 在社会领薪水的做 然后他也变成一个职业性的音乐家 他是在做什么样的音乐 他会唱歌 会打鼓 会吹 saxophone 跟会吹笛子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很难得 可以请到两位来到现场 他们自己也是特殊儿童 一路走过来的父母 我觉得也来我们节目当中呢 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分享 要怎么去观察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有这个自闭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趋向可以去了解 就是有些特征 能不能让现在 我相信其实我有遇到过父母 他们很怀疑自己的孩子 在某一方面会有一些缺陷 但他不敢肯定 又或者说他不愿意去面对 那作为像您这样的一个父母 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特征 来确定自己孩子需不需要来介入 如果你觉得他在讲话方面的发展呢 不良 就是说你就算叫他的名字呢 他没有回应 他没有反应 他也不敢看着妈妈爸爸 这个eye contact 就是说眼对眼的这样子 没有看着 或者呢他玩玩 普通男生会喜欢玩的玩具呢 他也没什么兴趣 或者他玩玩玩具的时候呢 玩得不太对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他一听到有一些大声的声音 他就躲开觉得很辛苦 或者有时候你觉得他完全是无缘无故 就突然哭起来 那也是令人家很非常担心 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发展有问题 我们呢 我的孩子虽然长大了 可是我们不断的欢迎很多的家长呢 他们关注孩子 觉得孩子有令他们担心的状况 他们呢 我们每一个月的星期五 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 在我们南湾 新创立的南湾中心那边 有一个Coffee Social 是在Lunch Time的 我们有这个茶会 这个茶会 希望呢 如果大家家庭觉得担心 记得孩子来参加我们的茶会 那我已经附上了一份给主持人 希望呢 我们可以放在这个网站里面 让大家来参加这个茶会 那个来参加茶会呢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的一个 提供的免费的一些评估 看看你的孩子 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接受更多的治疗或者服务 所以这些都是免费的 我们甚至于呢 欢迎新的家庭 让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午餐 大家在一个非常友善的环境呢 也不是会很多人 可以跟我们的不同的员工呢 有one on one的一个交谈 是 其实呢 作为一个特殊儿童的家长 我觉得这几十年来 走过来的这个道路呢 不是一般的家长所能够体会的 但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呢 也会有新的一些不幸的 我们有的时候会说 这是一个不幸的家庭 可有的时候呢 你也便不知道 这孩子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天分 好 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回来呢 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 休息一下 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会发现在很多的家长眼里啊 孩子呢 他是一个特别的礼物 不管他的出生和长大 是否具有任何的缺陷 对于这些特殊的孩子 通常我们作为平常人来讲呢 我们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想法 我想先问一下Jim 就是说起这个 唐氏综合症的儿子 刚才我们在进广告的时候 我们也有发现说 现在的很多人在孕期的时候 已经可以检验出 像有唐氏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但是我知道即便说 你是万分之一 千分之一 但还是有那个之一存在 对吗 没有错 完全正确 现在应该是 应该是几乎就说是 每六七百个人 OK 就说有一个会是有唐氏症 所以这个population 在这个美国来说 还是相当大的 那至于说 当然你怀孕的时候 你就可以检查出来 说是不是有唐氏症 但是很多家庭就会选择 说我要留下来 我要有这个小孩子 所以这个东西完全是 每个家庭自己的选择 Jim是自己在家里照料孩子 对吗 对啊 我们小孩 一直在我们家里面 您刚刚提到说 在您孩子还小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的美国 是让您用选择的方式 没有错 我儿子一岁的时候 差不多是已经是32年以前 我儿子被诊断出要唐氏症的时候 医生给我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说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你们自己 把带回家养 第二个选择你把它送到institute 所以这种事情 现在你想起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想想看 在美国三十几年前 还有这种观念 所以这二三十年来 美国其实已经 已经有非常大的变化 在对这种特殊儿童方面 已经起了非常大的变化 当然这种变化 还需要继续维持下去 那想回一下Anna 比如说像自闭这种孩子 刚才我跟自卑 我们当中也有一个 就是自闭儿童 他有的时候不是天生的 他可能是会在 后来的某一些刺激当中 突然一下子 他变得受到刺激 他开始变得自闭 像我们之前也有试过 就是有遇到意外的情况之下 孩子突然遇到 某一种自闭的情况 那像我们这种 做家长的来讲 他又怎么样来发现 孩子开始自闭 有什么样的一些 评判的方式 或者说他怎么样能够发现 发现了之后 又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呢 其实刚才讲到几率 那个二十多年前 我的孩子被诊断自闭症的时候 是一千五百个baby 就才有一个自闭儿 哇一千五百个 可是呢 今时今日呢 六十八个baby 就有一个自闭儿 所以增加了差不多二十倍 非常非常恐怖的 所以令到很多家长 都开始担心了 生下孩子呢 会不会是自闭儿 那当然那个时候 我们我的孩子呢 我是观察到他 行为上跟别的小孩不一样 他常常呢 他是男生 他玩玩具的时候呢 是把车子倒过来 把他的轮胎在那拼命转 拼命看 可是不是像正常孩子呢 把那个车子就推出去的 所以还有呢 他也不会讲话 那三岁了都不会讲话 然后他也不看人 看到有多人的地方 就自己走开 就躲在一旁 有的时候呢 也无缘无辜的大哭起来 大闹起来 他也不跟你讲他要什么 可是呢 他显明是要一些东西 你不给他 他就大闹脾气 闹得很厉害 也有智商的行为 自残是吗 自残 对 自残的行为 他会做些什么 也会自己挖眼睛啊 抓脸啊 令到当妈妈的 是非常痛心的 对 然后他也是过动儿 有过动到呢 到处乱跳 但有的时候想 从二楼跳到一楼去 所以非常非常恐怖的状态之下 真的是 所以我才刚才说 如果家长呢 觉得自己的孩子的发展不正常 就马上去找个地方 去做个诊断 不要害怕 对吗 不要害怕 因为他小的时候 是最能帮助他 越做越来越变得正常化 变得越来越高功能的 如果你怕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帮到这个孩子 因为0到5岁 这个是王金时期 为一个自闭症的小孩 越早发觉 越早得到帮助 他就会越 越进入正常人的生活 Ana 您刚刚讲这个 我想到一个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 我们现在湾区的家长 特别关心的 因为您刚刚提到 就是逐年在升高 对吗 其实自闭症 很多人以为说 只是不说话的孩子 叫自闭症 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孩子 他是不说话 但是他喜欢激动的乱叫 就一直叫一直叫 然后他的什么情绪 他会用嗯嗯啊啊 这种方式来形容 但是他的数学考的 却特别的好 出奇的好 他的哥哥是个小天才 但他自己就是 除了算数学之外 他其他的东西 他不想跟人玩 也不想跟人说话 像这种比较过躁过动的 情绪比较大的 这也算自闭症的一种吗 是 其实呢 我刚才讲出的 这些例子 只要沾上了一个 就要去做诊断 不是说 你又不会说话 又过动 又行为不正确 又离开人群 随便沾到一个 就要去及早 把它find out一下 我常常觉得 那很多家长也是 就有这个恐惧 万一他真的诊断出来 是呢 那我不是很烦 一辈子都很烦 对 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 你要突破这种恐惧 你的孩子才有的救 对 如果万一他真的是 的时候 那你不能错过 这个王金时期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欣慰的是 刚才 安娜有说 她的儿子是 用音乐家来形容自己的儿子 我觉得你应该非常非常自豪 现在她是怎么样一种状况 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 她其实我们在华人特索尔从自由里面发现了蛮多有音乐天分 有艺术天分的孩子 她跟我们在FCSN组成了一个自闭症的乐队 去过上海 北京跟香港表演 哇 他们这个乐队呢 在今年 已经在社区 从北加州的Sacramento 到南加州的San Diego 都演出过60场 哇 60场 就是光是今年 全是自闭症孩子吗 对对对 哇 所以其实很多 我们有十来个在华人特索尔从自由的音乐天才 那那说起他们现在 如果说他们已经到了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生活是不是其实都是可以自立 而且他会有很强的自信心 因为如果说你参加了这么多场表演 有这么多人来看 然后有这么多人给你鼓劲 对他的心理建设会不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对心理建设很有大的帮助 可是呢不表示他就 康复了 康复了像正常的人这样子会沟通会讲话 他弱的地方还是弱的 可是呢我有的时候就是说 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词去量这个特殊孩子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子学音乐 学得那么快 学得那么棒 可是我们会讲话 就expect他们会讲话 可是他们不会讲话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他什么都不能做 这是完全错误的 所以在特殊儿童自由里面 我们常常也建立了很多不同的program 怎么样发现这个孩子的天赋 才是最重要的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program吧 我相信生意之前应该会有很多的家长 对其中的某一些适合自己孩子的很感兴趣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有很多这个音乐的program 培养他们在钢琴跟不同的乐器方面 我们也有进行培养他们唱歌 跳舞 还有美术方面的画画 然后呢他们有一些画得非常好的 我们会设计一些products 例如reading cards 让他们卖或者这些东西 有一些呢在对球类 球类之类的 也非常非常有兴趣 我们也很多sports camp 还有我们甚至有一个叫做话剧营 drama camp 让他们演出他们最喜欢的一个character 有一些不会讲话的孩子 可是记台词 这样子记声音的去讲话 他们很行的 哇我们有drama camp 哇这真的好棒啊 那我们老师呢 如果说像我们 就是像那种特殊孩子 跟一般普通孩子可能稍微不一样 他会对老师的耐心 或者说他的pay attention会更高一些 我们几个老 一个老师对待几个孩子呢 一个老师对待三个孩子 哦那那个利率很低哦 因为他们都需要很多的这个关注力 注意力 其实他们的这个attention span非常低 所以有时候老师需要做 安排不同的活动 让他们能够有这个 足够的注意力来学习 他们可以三个就是一起活动这样子吗 可以 他们可以三个一起活动 然后老师 我们常常有些班是把他们带出去 OK就是说到社区里面 有时候去打球 有时候去另外一个地方去煮饭 OK然后有些时候去当义工 所以他们其实活动比我们还丰富 其实说到这个我就特别好奇 就是这些孩子 他们从可能是小的时候稍微会比较 然后经过慢慢慢慢的干涉和帮助的话 他们渐渐长大 他们现在的就业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想这个我们在FCSN有很多就业的训练 OK有个叫做work empowerment program 就是其实不是每个小孩都有音乐天才 或者是能够画画像安娜的儿子一样 所以说很多小孩其实他们只是要找一份工作 所以我们来教他们什么样折衣服 教他们怎么样洗衣服洗碗 所以像这种东西训练以后的话 他们可以做什么样 他们可以去找份简单的工作 像我儿子好了 做最简单的介绍 他在Walmart已经做了十年了 他去做什么呢 他就在Walmart有时候去在前面 这个欢迎顾客进来 有时候在后面折衣服 有时候是拿个拖把把地上弄干净 所以这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一个礼拜要去做两天 OK 他会做很开心吗 他很开心 他们做事的好处是非常非常认真 OK 所以说对这个Walmart来说的话 其实也有非常的可靠的员工 对 我突然一下有一个念头 就是像这孩子他慢慢长大 他开始接触社会 开始拥有一定的自信 他会回来跟你们交流吗 他自己的心得 他的感受 会和父母有那种 开始慢慢有正常那些沟通啊 有些回馈啊 他们会有吗 他们会有进步 可是呢 虽然好像我儿子的音乐 那方面那么大的发展 他有演出那么多次呢 不表示他们的 他的沟通能力比较比以前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段 就是说 他的从小就很怕声音 他常常你听到音乐呢 他自己反而会盖着耳朵跑掉 所以呢 找到他音乐天分呢 简直是一个图人的 好像一个奇迹样子 他是19岁 才发现他是音乐天才 他在一个多月之内 就已经开始可以学 以前完全没有什么音乐 接触过的 没有课程 就是学了一个月之类的 就可以到处去演出 所以他们的那个脑部的构造 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听完一次 他就可以全部repeat出来 完全没有错误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我们好多时候 每个家庭就说 到你找孩子找 十岁的时候 找不到才能 就觉得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可是呢 好像我的case是 19岁才找到 那个是非常奇迹性的 为我们全家都是 那也让我看到孩子 特殊孩子 不是像正常的这样子 找他天赋 就有方法 就是不断的exposure 到了时机到了 突然就冒出来了 对对 其实刚才 在我们进广告的时候呢 在跟Jim和Anna在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 特别特别有趣的意思 他们呢 他们在这个华人之友 他们有一百个职员 是正职职员 他们有两百个义工 这义工当中 很多是高中生 为什么他不会选择 高中生来做义工 来培训他们呢 他们是希望这些高中生 从小就开始有这种 disability的一种概念 当他们真的以后 长大了 成业了 然后以后 能够有公司了 他们也有机会 来聘请这些特殊儿童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远大的一个理想 也是非常有前瞻性的 当时为什么会有现在 这样的一种想法 我觉得这太棒了 我可以这个解释一下 我们其实在 1996年成立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想到说 要用义工 所以那时候 还找不到义工 所以那时候我们 每个家庭 其实都有几个小孩 对 所以我们 我的大女儿 OK 虽然他没有这个 special needs 但他就来做义工 所以我们第一批义工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就开始训练一些 high school的 这个学生来帮我们 好 那我相信 其实在这一次 两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 也有这个活动 要跟我们分享 我们可以详细的 把这个日期 然后跟地点 还有时间跟大家说 如果大家有兴趣 然后自己家里 有一个特殊儿童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到现场 现场来请教两位 或许您的孩子 就有特殊的才能 艺术的天分 那你要怎么去观察他 发现他 对 我觉得首先是父母 不能够害怕 不能担心 我们请Anna再跟我们 来介绍一下这个茶话会吧 这个茶会是每一个月的 第一个星期五进行的 在我们的南湾中心 南湾中心的地址是 1029 South Bascom Avenue Saint Jose 我们欢迎所有觉得 担心自己的孩子的成长 的家长都来参与 反正是免费 我们也不会公开 谁来参与过 所以希望大家放心的来 find out 怎么样子帮助自己的孩子 例如讲话啦 肢体舌条啦 这个社交能力啦 游戏能力啦 感觉统合 跟注意力 这些都是可能你会担心的孩子 在发展方面有障碍的 请来参加这个 可能我们会有提供免费的评估 这个茶会是绝对是免费的 然后呢提供不同的方法 帮助治疗这个孩子 这个安娜呢 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啊 越南版的 也就是如果你是越南裔的华裔啊 其实在我们这个华裔社区 刚才我有问了两位啊 就是说关于这个特殊儿童的 这个族裔问题 就说在我们这个特殊儿童 这个知友当中 有80%是属于亚裔 对吗 对 所以呢 我们觉得亚裔的 每个人都害怕 自己的孩子 被人家发现到 是特殊儿 就是有点逃避 整个社区的融合 我们就为了自己的孩子 你一定要融入社会 融入社区 你的孩子的未来 才是会光明的 所以我们提供这个茶会 另外我们还有其他的 非常震撼性的一些活动呢 我 你想不想 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都是能够看到 包括我们在Facebook上面 都能够寻找到 对吗 是的 好 那我特别想请问一下 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的这个华人特殊儿童之友呢 也在今年啊 在南湾重新开幕了 这是一个蛮大的地方 对不对 他能够容纳多少人 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在帮助 多少这种 关于特殊的儿童 因为我 我今天早上在翻看的时候 我发现除了儿童之外 还有成人的帮助 对吗 对 我们其实FCS有相当多成人的帮助 我们有个成人学校 就两百多学生 然后在东湾 有一百多 然后在南湾 差不多也有五六十人 南湾的话 我们是四年前筹划 然后经过两三年的这个改造 今年三月才开门的 所以说我们全部的这些新的 这成人学校都已经搬进去了 现在是除了成人学校以外 还有周末还有很多活动 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除了两位呢 非常这个 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自己孩子的故事 我觉得也是两个 非常勇敢的 爸爸和妈妈 虽然说他们的孩子 在面对着不同样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不管是作为父母也好 作为一个特殊儿童也好 我觉得人心都是肉掌的 他们都是能够感觉到 哪怕不说出来 他们也是能够感觉到 爸爸妈妈的爱的 所以我也希望 其实有很多牙医的家长 你们不要那么担心 就觉得说 这一步跨出去以后 自己可能会遭受到很多 因为两位刚刚私底下来 跟我们讲 其实这是一个心路历程 但是你过程当中 你还是可以为孩子付出很多 然后孩子也会 回馈给您很多 尤其是每一个特殊儿童的状况 都是不一样的 那刚刚有提到 在这个牙医里面 其实有不同的语言 义工当中 是不是也可以提供 有不同语言的 是 我们有当然广东话 国语 越南语 这个韩语 还有菲律宾的togaro 还有日本话都可以 那当然也包括英文了 对吧 是是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 来到我们的直播室 也在这里 斯大也要呼吁 感恩节马上就要来了 在这最近的两期互动 你我他 我们都做了一些 非常能够让我们觉得感恩的事情 在今天的节目最后 我们也开始呼吁 向我们的听众朋友 呼吁真正感恩的故事 如果您的感恩故事 被我们录取了 我们会在感恩节 当天的特别节目当中播放 您也会得到一份 非常特别的感恩礼物 那大家可以将您的感恩故事 用邮件的方式来与斯大联系 我的邮件地址呢 是star.hu at chinese radio dot com starstar.hu at chinese radio dot com 我们也希望呢 更多感人的一些故事 能够在我们2017年的 感恩节特辑当中 为大家播出 没错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 尤其是听众朋友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可以踊跃 可能用简讯的方式 或者是用email的方式 我们也期待您的感恩故事 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呈现 也不要错过我们 感恩节的特别节目 我们入选的 听众朋友 您会有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 我们将要送出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想请Jim和Anna 分别来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如果说 面对着 还是有唐氏综合症的儿童 或者说是有自闭症的儿童 面对这样的一些家长 我相信会有感同身受的一些故事 最后您有些什么样的话 想跟他们讲一下 我是觉得我们是至少我们这些家庭 二十几年走来 我们是其实是对人生 对我们这个人生这个旅程 是个新的发展 然后我们这些家庭 认识这么多新的朋友 大家一起努力为了一件事情 我觉得光是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让我们觉得非常值得去做 我说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如果你家里面有特殊儿童 或者你只想来帮忙的话 Anna 我觉得家长都不要觉得孤单 因为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都是一股大的力量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特殊孩子 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得到适当的治疗 让他们更进步 然后我们也能让他们得到就业的机会 也让他们有好的地方住 我们身为家长最怕的地方就是 我们老去了或者生病 不能照顾了孩子 那孩子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来照顾 一定会照顾得非常完美的 所以不用担心 加入我们归队 对 然后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 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给我们的特殊孩子 谢谢两位嘉宾 也希望所有这些特殊孩子 能够健康成长 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人 愿意来无私地来帮助这些孩子 和这些可爱的家庭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